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常见的不点交的情形 有哪几种 首先我们来讲第一种就是租约 尤其是我们今天在讲的 甚至有可能是第三人占用的 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 然后第二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二房东转租 也就是说你可能租给原本的一个乘租人 那这乘租人在转租 那这时候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 这个东西在处理上 它也是有技巧的 然后第三个部分的话 就是买卖纠纷占有中 然后就是说 这个东西的时候买卖纠纷 意思就是说 这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讨债公司 或者他欠债的人 那他很有可能 今天在这个讨债人 他为了去等这个债务人 然后就进去他家里 那就会构成所谓的空物不点交 因为债务人都已经躲他了 那既然躲他找不到 他就进他家去 但是基本上来讲 他跟他之间的纠纷 就是所谓的买卖纠纷 占有中 反正就是有一个理由 他就说 你今天债务人欠我多少钱 那就是要以防抵债 用这种说法 然后再来 我们今天讲的 应有部分不点交 大部分都出现在车位 因为车位在外面的话 法院很难点给你 然后最后一项 就是所谓的一半的一半 那什么叫做一半呢 就是如果说我们今天讲 正常来讲 房地是一体的 那你买一半 就是你可能买到房子 你也有可能买到土地 那你也有可能买到一半的一半 就是你房子买到一半 土地也买到一半 那这算是比较好的 最怕的是说 基本上来讲 你可能只买到所有房子的一半 可能土地都没有 又或者说 你买到土地的一半 那上面有住人 像这样讲的 就是所谓的一半的一半 然后基本上来讲 还有所谓的持分土地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需要体会到 就是那持分土地的话 它基本上是有发分的 可是问题是 还有另外一种叫做共有 共有基本上来讲 就是说共同共有 那这个部分的话 基本上我们来讲 共有的最大来源 就是所谓的继承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 不会有人一刚开始去买个房子 就买个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十分之一 那我们其实都可以猜 所以从对方的共有人 人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猜到 到底让他家里 大概要哪几个人 各位可以想象到 继承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有个成绩 不外就是你的老婆 你的父母 跟你的子女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如果当事人死掉之后 他没有办理继承的话 所有人就是所谓的 共同共有 那这些都是所谓的不点交的样态 那所以说各位在买这种法派物的时候 你要去识别 首先你要识别说 你买到底是点交还是不点交 那就算你今天买不点交 那你是分别是属于哪一种情形 那你有没有能力去处理 或者说你今天可不可以有办法把这个问题换穿成金钱 那我们就把它交给我们专业的处理 就好像说我们今天来讲 今天你去找律师 那当然律师是非常厉害的 那我们可以从我之前分享几个案例 告诉各位 就是说基本上来讲 律师在选取策略的时候 他有不同的策略选择 他除了可以有民法的选择 他也可能又有所谓的刑法的选择 就算在刑法的选择的时候 他可能选公事罪 也可能选择告诉乃论 那通常来讲 如果选刑法 选告诉乃论的 这些人通常都是比较聪明的人 那如果选民法的话 这个地方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也要有一个诉求 他的诉求是什么 可能他会诉求说 基本上来讲就是租约 本身的话是造假 不存在 有租赁关期不存在 又或者说 他可能希望说能够返房房屋 那这些东西的话 基本上来讲就会有所差异 感谢各位的收听 更多有趣的分享 请各位参考 自在法拍这本作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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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